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人要我評論一下 剛剛我們收到鍾南山的說話 我們知道這是一個名人 自從沙士之後 關於大陸抗疫 很多人說撇開政治不說 他都是一個權威 我覺得這些權威是很虛假的 鍾南山究竟有什麼新意說出來 他就說一大段話 例如現在外面的疫情很嚴重 也有很多確診的個案 根據他得到的中共自己的官方數字 在大陸反而在中國境內的新確診案例 就好像有些趨勢減緩 這件事就好像隱隱言說 現在好像最壞的地方不是我們了 我就說很簡單說一句說話 就這一點 韓國現在變成一個多重的災區 是原先預計不到 日本單單是鑽石公主郵輪一個起點 已經成為一場不大不少的災難 意大利突然間一日 我講是上星期一日之內多了一倍的確診 伊朗確診的個案不多 但是相對地死亡有很多 我們還有新加坡 新加坡本身都很努力去抗疫 以及在亞洲國家裡面 我們相信 它的管治比較認真 尤其是衛生條件 我們的感覺 新加坡衛生條件比較 在亞洲國家裡面是數一數二 是一個先進的國家 我們現在說 伊朗、新加坡、意大利、韓國、日本 這麼多的地方 都說得不好聽叫做焦頭爛額 這樣是不是等於 即使我們暫時假設中共的數據是對的 是不是等於 即是說 中共就可以推卸它的責任呢 我現在不是講政治 我只問一個簡單的問題 以上這些國家 他們的零號病人 即是鑽石公主裡面的情況 整個日本的情況 新加坡的情況 伊朗、意大利、韓國等等 他們每一個情況 每一個獨立的事件 他們的零號病人在哪裡來的呢 你隨便抽一個 我們都有差不多九成九的把握 全部都在中國 即是等於你不知怎樣 弄了一些髒 好像坑渠水那樣的東西 你將它撥到左輪右利 撥到隔離輪射 然後呢 可能你洗乾淨自己的房子 你見到指著別人 個個都髒了 你就說 不關我的事 為何你這幫人這麼差 我倒轉不讓你進來我那裏 你會進來弄髒破壞我 這一種 如果在一個鄰舍裡面 就是一個極之沒有公德心 禮橫折曲 歪曲事實 逃避責任 這些人 我們都見盡不少 沒有公德心的人 在任何大城市 香港也有很多 但是整個國家的國隔是這樣的 我又有什麼 扶福何言 如果鍾南山 拿著這些數字 而誇誇其談 其實我們有什麼 必要跟他去辯論 他究竟是一個什麼的權威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鍾南山繼續說 他說 其實 雖然有些早期的案例 就在華南海鮮批發市場那裏 但是 又未必一定的 這樣說不緊要 但是跟著那句先離譜 就是說 不一定中國就是這個 新型冠狀病毒的 疫症的源頭 不一定 你講下去哪裡都可以的 就是任何東西都可以有0.0001的疑點 那現在我們知道這個 新型冠狀病毒 首先 是 在一些有限的渠道裏面 是分享這個訊息 譬如說死了那個醫生 是不是 那個叫做 李文什麼 李文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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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應該有8個醫生 自己是有一個群組 去談論以前 是很早的事 那在哪裡來 在武漢 另外 現在我們看到 在一個醫學雜誌 Lancet 即是柳葉刀也可以 或者刺針也可以 大陸喜歡把它譯成柳葉刀 不過我覺得柳葉刀這個翻譯 就有些問題 因為好像是那些武術裏面的武器 如果看回中國武術 就有個 武器叫做柳葉刀 我想這些手術的用具 就不應該叫做柳葉刀 不過我不管它 總之Lancet這份雜誌裏面 即是自從12月開始 其實都有很多 在大陸的學者 或者是這方面的專家 發表一些學術的論文 其實如果我們看回現在我們掌握到的資料 其實就是在12月的早期一個個案 是一位老人家 他就沒有去過華南海鮮批發中心 這個BBC都有報導 這個就是在一個學術刊物 醫學學術刊物裡面有寫的 這個老人家 他就是一個武漢的居民 他因為本身有些老人病等等 健康不好 就很少出街 他肯定是沒有去過這個 所謂海鮮批發市場 但是呢 他是早期確診的案例 即是他沒有一個社交的傳染 或者找不到是什麼 但是跟那個海鮮市場 跟野味無關 但是這個人足不出戶 不要說在外面 譬如說在中國以外的地方 甚至在武漢他的輪舍 走下街都未必有 即是說其實我們見到的跡象 這個是其中一個早期的案例 但是我們現在因為大陸這個極權制度 它是封鎖資訊 它是極端不透明的 所以其實這個新型冠狀病毒的零號病人 即是說日本可以找到第一個 可能是黃濱的一個導遊 接待了武漢的遊客 他可以找到這個 我舉回我以前講過很多次的一個沙士的例子 香港的零號病人 就是中山大學的一個醫學教授 就去了九龍一間驚華酒店 因為我們把整個東西都可以trace出來 然後加拿大的 我講沙士 零號病人 就在香港搭飛機去加拿大 即是我們順藤摸瓜 摸得下去 但因為在大陸裡面 它故意抑壓資訊的流通 所以我們絕對是沒有透明度 所以現在要找這方面的資料有些困難 所以在武漢爆發這個疫症的零號病人 究竟是甚麼時候 誰 他接觸過甚麼人 我們現在是掌握不到 但是根據所有的資料集合一起 用一個邏輯科學的分析 就是我覺得我們幾乎可以說百分之百肯定 全世界的零號病人 這個新型冠狀病毒 應該不會早過12月 而且不會在武漢以外 所以鍾南山突然間說一句不一定 又說源頭有可能不在中國 這個就是為黨服務 這個就是一個無恥的行徑 根本就不是一個科學家應該說的話 所以我們覺得我們不應該再花時間 去在黨媒找真相 我們要解決現在的問題就是要找真相 但是我們跟中共對牛彈琴 是永遠都找不到真相 就是繼續說這個情況就是 中共現在就沾沾自喜 覺得它新的確診的案例 就已經是比其他一些國家 比如剛才說的一些災區南韓等等 那個機率還要低 即是說其實在這麼多個 是受到這個新型冠狀病毒影響的國家和地區裡面 中共已經是一個較好的位置 但是我首先就說 剛才我已經說過 中共所給的數字 我們根本很難去作盡 但是我們知道就是說 在很多在武漢流出來的視頻 我們看到一分鐘已經處理了三具屍體 我們看到有不同的情況 是超過兩個小朋友的死亡 就是用同一個屍體 還有我們又看到有大量的不明原因的人 有些人在街上抽搐 是一種癲癱的情況 然後就暈倒 可能死亡 即是在街上跌倒 有很多人說 這些我們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但是就說 因為它對肺炎的 無端的感染和黏液的積聚 引起它心肺功能的喪失 所以有些人是這樣暴斃的 另外還有一件事 就是說 大陸的微信 都有很多 凍凍那那出了消息 就是很多人覺得自己有病症 但是就沒有人理它 於是 就是又是不明不白地死了 又是不明不白地燒了屍體 然後就說它死因是冠心病 即是其實你有這個病毒的感染 接著你得到 因為這個病毒而引起的肺炎 因為你的肺功能受損 你的心臟的機能可能都會削弱 而你那時即時的死因 可能不是因為肺炎 只要你沒有做到測試 記住我講的話 只要你沒有做到測試 就沒有人會知道那個人真正是怎樣死的了 所以 其實 現在我們見到 武漢有這麼多離奇的 喪生的例子 有這麼多屍體要處理 以及在中國大陸的其他地方都出現這個現象 即是說 其實你左計右計 他所講的數字 根本完全不可靠 所以 基於一個不可靠的數字 來去說 說他疫情受到控制 其實我也覺得 沒有任何的理由 我要再花時間去研究這些垃圾的數據 不過有一件事我覺得很有啟發性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香港一些專業的醫療人員 曾經是因為他的愛國愛港 以及對祖國的支持的深感召 孤隱其名 但是這些香港很有地位的醫療專家 是最強的陣容 其實在一個多兩個星期之前 就要求去訪問武漢 以及去施以援手 但是到現在 行程一再押後 不讓他們進去 這些人不是進去搞破壞 不是反共的 而是想支持祖國 不讓他們進去 另外 另外世衛的專家 可以在中國各地去訪問 但是不去得湖北 不去得武漢 大家用一個五歲的智慧去分析 即是說 武漢的人口 就有千多萬 如果武漢突然間 真真正正因為這個疫情 而死幾十萬人 或者不知多少 總之一個很大的數字 而你們進不去 官方報出來的數字 可以是一二千 是不是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一個極權封閉的 專制社會的現實 我們記得在1966年 1967年文革的時候 紅衛兵串連 全部跑上去天安門 要看毛澤東的風采 於是全國秩序大亂 學校都停了 那些年輕人 就不讀書了 就各個做紅衛兵 就衝進去 搭免費火車周圍去 於是幾十萬人 甚至幾百萬人 就在搞大串連 爆發了一個 老莫嚴的疫症 死了很多人 真正死了多少人 你又知道嗎 即是說 如果文革的時期 可以死這麼多人 都沒有人知道 現在你又相信這個數字 根據在八九民運之後 逃亡出來的一些中共的高層 他們原本是體改委的成員 我們知道在80年代 是有一個自由化的趨勢 這個體改委就叫做體制改革委員會 我們知道很多都不是民主人士 是中共建制裏面的開明人士 在胡耀邦趙紫陽當政的時候 希望改革中共的制度 因為六四屠城之後 這班人東奔西跑 全部都希望去海外作為政治庇護 所以在體改委 現在沒有了這個組織 因為現在都不會改革政治 就會出來一些數字 我所說 他們出來的一個保守數字 在中共建政去到毛澤東死 非自然死亡的人口是八千萬 這就是在八九民運之後出來的 看改委的數字 但是很多海外的歷史學者 譬如說馮客 他們都是估計在四五千萬之間 其實如果大家再看回 在毛澤東未死的時候 叫這個做三年困難時期 自然災害和蘇聯撤退專家 所以只不過是中共的發展裏面的 小小的波折 如果當時你問中共的數字 可能是死了一兩萬人都未必有 所以由一兩萬去到四千萬去到八千萬 誰才是真的 我就有絕對理由相信 看改委的數字 中共高層的數字 就是說在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之後 他們找到那些檔案 由四九年中共建政去到毛澤東死裡面 這麼多場政治運動 這麼多次的社會崩壞 這麼多人為的大災難 其實八千萬是一個很平常的數字 所以現在 向習近平上台之後的 中共體制的變化 就是一人獨裁 是一個新的毛澤東時代 所以其實基於上述我一些推論 其實武漢的數字是絕對不作得準 我認為真正的數字是大很多 不是說十倍 不是說幾十倍 而是比十倍幾十倍更多 但是始終人是會死盡的 即是我們看到一些沒有人性的國家 例如北韓 如果你確診 它可以將你槍斃 這個是永久隔離 所以只要你肯做一些非人道的方法 你是可以阻止疫情的確散 亦都可以將數字包裝成一個很低的數字 即是如果中共不是已經改革開放了 而是好像毛澤東時代那樣當政 即是跟金家王朝沒有什麼分別的話 根本現在都沒有人知道有這個疫情 是不是 現在不幸地因為很多外面的國家 跟它有很多經濟文化和人員的交流 所以這些人就受到教訓了 這些是什麼人呢 意大利、韓國、日本等等 還有新加坡 很多歐洲國家都是這樣傳出去 你看看疾病的傳播性、毒性 是想都想不到的 英國有一個範圍裡面的零號病人 就是在法國的滑雪性地那裡感染了七、八個人 而這個人只不過是曾經去過新加坡開會 德國的情況就是有一個中共出來的人 就去德國和一個德國人開會 面對面交談一段很短的時間 那德國人又確診 即是我們看到這些事情是非常之恐怖 還有一件事我們不可以危言耸聽 但我們也不可以掉以輕心的就是 日本最新我們看到的一個案例 就是那位女士她是已經確診、已經傳遇、已經出院 但在不夠一個星期之後又出現病徵 然後再回去發現又呈陽性了 即是現在大陸也有很多人說的這件事 就是說她明明是陰性反應 明明是好 但一段時間之後又呈現陽性的反應 我們看到由西班牙的流感 去到禽流感、豬流感 去到沙士 去到中東的呼吸綜合症 即是MERS 這麼多這些嚴重的由病毒引起的疫症 好像都是第一次聽到一些這麼令人驚訝的事情 就是說醫藉都醫不好的 幸好又會再回來 甚至有些說法 就是說那個病毒可以伴隨你一生 那這件事呢 就令到我們不禁有些想法 就說在自然界裡面 是不是真的有一個這樣的病毒 為什麼在我們一百年對抗這個病毒引起的疫症 就是由西班牙的流感大爆發到現在 就是超過一百年 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發生的事 去到現在都沒見過一個這麼刁鑽 這麼頑強的病毒 是不是 這件事 其實我認為我們沒有證據 我可能永遠都沒有 但是 我個人就不相信 是在自然界裡 在野味裡 在海鮮批發市場裡面產生的 當你要將一個病毒 提煉到成為一個武器級的生物武器 你就要令到它毒性加強 令到剛才那些病徵顯現的 所以這件事 那個黑手 就肯定是某黨某國 這個就是我個人的推測 但是這個推測 只要我們掌握不到的資料 我們外國的專家 美國的CDC 沒有人可以進去武漢 沒有人可以實際去研究 那些最初爆發的情況之下 那些病例 我們是永遠都不會知道真相 但是我認為公道自在人心 還有還有一件事 國際的警惕是很認真 外於外交關係 可能一些西方國家 和一些亞洲國家 他們禮貌地 就不會釋破 但是心裏面會知道危機、危險在哪裡來 所以這件事 我覺得中共是不會勝利的 它這樣做法 只會加速它的衰敗 因為很多人 即使不同意中共的政治模式 他們是為了經濟的理由 為了投資的回報 為了賺錢 所以就會加強與中共的聯繫 但是現在關係到國家的安全 人民的健康 我想大家都會三思而後行 而至於 他們會議會 確實行